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原标题,是时候去看看150年前日本了 1868年是明治元年,到2018年恰好150周年 日本各地都在以明治为新 这个大IP做着各种各样的活动 明治维新不仅在日本人人皆知 也是世界近代式的重要事件 明治天皇通过一系列改革政策 是极贫极弱的日本真正走向了一个强国 如果你选择在2018年去日本旅游 可在这些明治时期的历史遗迹 感受到150年前激荡的日本社会和独特的阳风日本 从幕府抹西到明治时代 这一段时期,是日本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变革期 明治维新和之后的文明开化 政治变革到民众生活 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变革的中心东京见证了这段历史 游览东京一定不要错过这些遗迹 穆土末期,是明治为新大事件 嘉永六年1853 佩里来航安正七年1860 英田门事变,静一执毙 暗杀文九三年1863 萨英战争原志元年1864 马关战争庆英二年1866 萨长同盟必结庆英三年1867 大政凤凰庆英四年1868 戊尘战争开始,江户无血开成 上野战争明治元年1868 江户改名东京,年号改为明治 明治十年1877西南战争 明治神宫 明治神宫是位于日本东京都色谷区 戴戴墓的神社,供奉有明治天皇 是日本神道的重要神社 神宫地处东京,市中心,占地70公顷 近临新宿商业区,占据了从戴戴墓 到元宿之间的整片地带 是东京市中心最大的一块绿地 明治神宫是1920年为祭奉明治天皇和昭宪皇后而修建的神社 不仅仅感受日本神道教独特的遗归 院内的各种树职,也是十分考究 爱荡神社 爱荡神社 在这里可以一揽旧江户的街道 当年西乡龙盛和盛海州从这里眺望江户 让百年古城免于战火侵袭 从而使江户不须开城 登上山顶的台阶,也有出世时段支撑 长洲藩大炮铸造厂一级长洲藩是连接日本海和赖户内海的海运的要塞 日本在马关海峡用炮台封锁海岸线,以炮击当时的外国船只 因此,在1864年英美法等欧洲船队,还击当时的长洲藩 使得当时延岸的炮台全民,铸造厂一级位于东西县东阳兵站 在1854年获得幕府的许可,并开始制造大炮 作为资盲壤仪的第一阵线的长洲藩,用这里出产的大炮装备,位于下关的部队,从而推进了马关战争 上野恩赐公园上野战争,通常在服饰会中用本能四肢变而借骨省金 上野战争作为乌尘战争的一部分,于庆英四年1868打响 是江户上野的宽永寺一代张义队的旧幕府军,与新政府军之间的战争 新政府,军由长洲藩的大村义次郎指挥,紧交战一日就全监救幕府军 宽永寺是德川江军家的寺庙,拥有着广阔的四属天地 他的一部分成为了现在的上野恩赐公园 上野战争使得当时宽永寺的大部分建筑物被烧毁 但清水观音堂,仍然在战火中保留了下来 并且在上野公园,还有的西乡龙胜的铜像,和张一对了墓地 上野公园位于上野战附近,JR县,银座县,日比古县,京城县都可到达上野战 西乡龙胜铜像促成萨长同盟,将护无血开成 并且成功发动物尘战争的西乡龙胜,在西南战争中成为了战败者 但作为明智维新的贡献不可磨灭 人们为了纪念他在上野战争中,率领新政府军做出的贡献 在上野公园为他铸造起了一尊铜像 圣德纪念绘画馆,JR县农丁站,都迎大江户县国立竞技场 银座县,半藏门县的青山,伊丁木站,都可方便到达圣德纪念绘画馆 这里有描绘明智天皇和昭建皇太后的世纪的壁画八十章 从江户时代到明智时期日本近代化的历程 通过绘画的方式,为观众呈现出来 明智天皇在位四十六年间的大事件按照年代顺序展示 大政凤桓与江户开成谈判等等作品,都可以在这里看到 大政凤台式庆英三年1867德川幕府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 将幕府拥有了264年的行政权力交还给了天皇的历史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你的名字》也出现过圣德系念绘画馆的身影 横滨开港资料馆不仅仅是东京,横滨也是日本近代化的前沿 安正六年1859,以日美通商条款为基础 横滨变成了日本最重要的贸易港口 从此,横滨通过商业不断振兴当地经济,成为日本近代历史中最具活力的城市 横滨开港资料馆,保存了大量描绘当时横滨港口样貌的服饰会作品 还有书籍、杨银等珍贵资料,乘坐富兜新线直通的东级东横线港 未来现在日本大通站即可方便到达 日本游传历史博物馆在同样是富兜新线直通的东级东横线港未来线的马车道站即可找到日本游传历史博物馆 位于日本游传会社的一层 这个建筑物是昭和11年1936建成的古典主义建筑,拥有着非常庄严的外观,日本的海上贸易逐渐发展,海运业成为了日本的支柱产业 这间博物馆从明治时代成型的近代海运公司为主轴,介绍日本到海外的定期航路,还有当时日本游传的复原模型,日本终结了200年的闭关锁国的政策 近代日本的畜牧明治时期开始,江户改称以东京为首都,明治政府招募欧美的建筑师在东京各地新建起了众多欧式建筑,海外而来的西洋文化流入与日本传统文化碰撞并融合 这就是日本近代历史上的文明开化,文明开化大事件明治元年1868江户改称东京,年号定为明治明治四年1871游政制度确立明,至五年1872新桥至横滨铁道,开通明治六年1873日本第一家商业银行国立地一银行设立明治15年1882新桥到日本桥的马车铁道,开通明治23年1890东京道 到横滨电话开通301号馆,JR县,丸之内县东京站,千代田县二重桥前站可以到达,明治后期在丸之内,逐渐建成了西洋建筑风格的一条街,301号馆,当时是丸之内第一个的阳风事务所,原是由英国建筑师周萨尔康德设计,建于1894年是在丸之内的第一间红砖办公大楼,现在这座建筑物改成了301号馆美术馆, 里面设有非常复古的咖啡厅酒吧,非常值得一去,炼瓦街瓦斯登明治7年1874银座砖瓦街建成,是1872年银座大火后,明治政府以都市防火化为目标,而在东京银座打造的西洋市世界,因其建材中使用了烧制砖瓦炼瓦,而得名,现在复原了一些当时的瓦斯登, 其中使用的材料,还是明治时期的内瓦,银座县京桥站,有勒丁县银座一丁木站都可以到达,银座牧村家明治两年创业的牧村家,发明了明治时代,最为流行的红豆馅面包,甚至普世会中都有牧村家的身影, 当时作为贡品献上给天皇的樱花馅面包,在得到天皇的允许后,也开始贩卖,延续了百余年的人气面包店,至今我们仍可以尝到明治时代的风味,木村家总本店位于银座,银座县,丸之内县,日比古县银座站下车即可到达,邮政博物馆明治4年1871新邮政体系确立,引入了邮票制度,这间邮政博物馆见证了日本邮政的历史, 从当时实际使用的邮政用具,明信片约400件历史文物,到全世界超过33万张邮票,都可以在这里看到,临摹成Tex